好 主播各位观众台中发生一起严重车祸 那最新的画面曝光了 在路口呢 女子先是站在斑马线上来等红灯 那过了一下子之后呢 她确定号制变成绿灯了 人才往前走 但是没有想到走到一半呢 就被闯红灯的轿车从路中给撞飞 当场人是倒地不起 把附近的民众全都吓一大跳 之后呢 还有人把照片po到脸书社团 那据了解这名路人呢 有脑出血的状况 一度还住进加护病房来治疗 那警方调查呢 被撞的行人是31岁的徐姓女子 她遭到闯红灯的轿车高速撞击 那附近的监视器呢 拍下她背着包包 手提物品 下一秒人就飞到路旁去了 那目击民众有表示说 事发当时呢 有发出巨大的这个撞击声 大家都跑出来查看 而事发当时这个女子是过马路 其实对象呢 也有三四名行人是走向这个对象的 差一点呢也被这台轿车给撞上 那据了解呢 当下这个女子的车速并不慢 那撞起后呢 才赶紧停下这个车子 停在路中人才跑下来查看 那警方指出说呢 这件案子是发生在晚上七点半左右 那这个王姓女子驾车呢 是直行 那女子这个行人也是绿灯在过马路 那疑似呢 是因为闯红灯来酿货 那详细的照则呢 还要再离心鉴定 以上是我们掌握这些资讯 时间镜头交还给宽利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